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到骨折 打折真的很可怕欸 你們都不會害怕嗎 我來到了Waterworks 而且我看到折架卷就一定想要把它用掉 喔 今天客人好多喔 店長朝我走來 左左目 李子小姐有來嗎 今天沒有來 這樣啦 謝謝你 每次進來都不消費欸這個人 喔 真主欸 好久不見了 這裡也碰壁啦 所以我現在 去學校看看吧 六日說不定會有練習 我認錯人了嗎 我認錯了嗎 ID 雖然校內沒有看到學生的聲音 但能從操場傳來社團練習的熱鬧聲響 喔 好像正在練習 那就是太剛好了 有學生在的話教練也會在場吧 趕快去操場看看吧 跳樓特價 會啊 這很害怕 棒球社團正在進行守備練習 就在場椅上的猴子正在對選手破口大麻 你們兩個 不在乎嗎 最初的一步很遲 必死吧 啊 好嚴格喔 猴子正在嚴格的訓練社員 簡直比大猩猩還恐怖的猴王 猴子你正在練習啊 我才不會被那種瞎掰的故事給糊弄過去呢 那是真實 你居然會殺這種謊 真是令我失望欸 不是 如果是女生看胸部也就算了 男生為什麼也要 而且連猴子都可以focus在這個part why 隨便你怎麼說吧 告訴我和筆友的好姐妹有關的事情 告訴我和她好姐妹的事情嘛 女生之間的友誼 也是喔 女生之間的友誼 你應該也有German的吧 如果她遇上困難你會出手相助吧 會啊 我這麼討人厭她都幫助我了 那名好姐妹試圖幫助和同學不合魯的她 卻無能為力 你對這件事情有什麼看法 這是我的推理 我猜你們從中做梗 啊 猜猜猜 少年又要推理了 少年一推理 變之有沒有 原本她和西野同學一樣 交情深厚 你們卻故意離間他們 蛤 所以大魔王是好姐妹 什麼意思 告訴我 社員們一個一個聚集到我身邊 其中又有身為王牌選手的四號 松井同學 松井同學你的腮紅打在眼睛旁邊 就是不同反響 啊 我明白了 抱歉 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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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特別叫我拿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啊 我走錯了操場 我環顧玄關 並沒有看見手冊 沒有像是手冊的東西 難道猴子騙了我嗎 還是我自己搞錯地方了 不 猴子絕對有說到玄關 好看 好像沒有欸 對了 去問問櫃檯的人包 我想櫃檯的工作人員開口 怎麼長這樣子的啊 能夠長這樣子也不簡單 為什麼我一下馬上就想到硬幣上的臉孔 咳 咳 咳 呃 我聽渡邊老師說 學校的手冊就放在這邊 請問我可以拿一本回去嗎 咳 構いませんよ ご自由にお持ちください 收下了大庭高中的手冊 猴子說的就是這本吧 看起來沒有特別新啊 謝謝你 我翻開了手冊 翻閱內容 蛤 這是 手冊裡載著畢業生的訪問 兩千年畢業 島根縣市立美術館部長 十元遊巷 十元遊巷李 我能有今天 都是經歷了寶貴的三年高中生活 請各位學弟妹也要珍惜度過嚴酷又開心的高中生涯 不過人生的勝負其實是畢業後才開始的 就算在高中沒有得到滿意的成果 也不要焦慮 一步一腳印的念書 猴子想要讓我看手冊 就是這個嗎 中山哥 哈囉哈囉 中山哥 我把手冊帶走 啊 那我們去那個吧 我們去找女主播小姐 漂亮的主播小姐 小賊 哈囉安安呢 我来到了陈山公园 有许多观光客照访此处 并没有看到电视转播的工作人员 今天没有气象预报的转播 是因为星期六所以节目和平常不一样吗 好姐妹但不一定同班有这种可能性吗 也许国中同班然后高中分班啦 颇有可能的 那要去电视台吗 我觉得应该就是去电视台吧 电视台 电视台 好像被人讨厌了 不知道柜台愿不愿意帮忙通知她出来 我想要见春相美笑小姐 没有 所以不行见她吗 可以吗 是喔 我被喜欢了吗 对 现在在找好姐妹 会吗 她喜欢我哪里啊 全力以赴的态度打动对方了 全力以赴的态度打动对方了 原来被讨厌之后全力以赴会变成喜欢啊 这是什么奇怪误导游戏 绝对不是的吧 嗯 刚才就是要等待 哇 正妹 只有一套衣服的正妹 怎么可能回去呢 是时候该向我全盘拖出了吧 诶 人家都要告诉你了 你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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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只知道是一夜而已嘛 别那么坏嘛 所以好姐妹是怎么样的人啊 现在也不喜欢她 对啊 是妹子 因为嫉妒吗 所以为什么事先会集中在这里 到底为什么 蛤 变成三角恋了 嗯 所以好姐妹喜欢那个混蛋 但是混蛋喜欢的是 我们的比佑吧 三角关系啊 她自杀的原因和好姐妹有关吗 她自杀的原因和好姐妹有关吗 她自杀的原因和好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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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想? 哎呀 這難免嘛 人出社會之後難免 我好像有一點點的理解那種感受 阿嘎想要報新聞嗎? 看你很像欸 我和阿嘎的上司意見相同 啊 要被兇了嗎? 突然放大正確是怎麼樣 我覺得綜藝節目也是很了不起的工作 只要在現在的崗位上努力耕耘 將來你要報新聞的時候一定能夠有所注意的 你現在正朝著夢想一步步前進吧 他一定也在為你加油 阿嘎總算展露了一些笑容 我覺得他笑的時候沒有很好看欸 他不笑的時候比較好看 我會照自己 我會靠自己找出彼佑的 唉唷 煩欸 咦? 阿嘎回去工作了 不在了這什麼意思 阿嘎頭也不回頭走掉了 我看著海報上的阿嘎的畫像 阿嘎留下難以理解的話就此離場 不過這幅畫像真是微妙微笑 人物的肖像畫嗎? 有點令人在意 說到肖像畫就想到美術館吧 我在那邊看過什麼呢 蛤?等等 我端詳十五年前 報紙報道上的影本 上面登出文野養子的照片 就是這個 原來這張照片裡的人 好像似曾相識 原來就是那幅畫嗎? 我走到外面時 又想寄來一封簡訊 我打開簡訊 準的高中名冊裡 有西野小姐的名字 他叫做 尤里香 全名是西野尤里香 和美術館的十元小姐同名 可是姓氏不同 也許是爸媽離婚所以改姓了 就像那首歌一樣 要先思考才能去 美術館有點麻煩 來到了縣立美術館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我就是在這裡看過文野養子小姐的 念個肖像話 我在館裡漫步時 遇見了女性館員 不好意思 怎麼算出現新人呢 我有 我有見關於石原部長的疑問 探長候補人 正是如此 我只是負責調查 他目前單身吧 好 也問問其他事情吧 真奇怪 調查書上的名字變了 哇 果然 啊 啊 油箱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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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油箱裡 改成母星的姓氏嗎 那麼石原部長是個怎麼樣的人呢 可是他看起來很冷漠耶 是在家裡的情熱秘密 這次的企画展也 是部長絕對成功 說了 哇 是松江出身的無名畫家畫展吧 看看 特別是 母親的心 謝謝你 我在館內漫步 我為了看那幅畫來到這裡 我梳立在一幅畫前 就是這幅 所以我到底是哪一幅 你可以focus給我看嗎 那是一幅 笑容可掘的中年女性的肖像畫 我將報紙報道上的銀本 和文野養子的照片拿來比對 這幅畫的模特兒 就是文野養子小姐 我看了畫作說明 標題母親 作者文野亞迷 作者是文野亞迷 解說 這幅肖像畫是在1999年12月25日 聖誕節 發生火災的文野家發現的 所以他們party 的時候 年僅18歲便逝世的文野亞迷小姐 親手繪製 母親文野養子女士的肖像畫 好 哇 亞迷小姐 的夢想是成為畫家 這幅畫是奪 全國高中繪畫大賽大獎的作品 哇 厲害 為啥之前都沒發現 對啊 你不是看了這幅畫看很久 欸 難怪你看到從來都不看那個小牌子的嗎 這幅畫被不幸的火災中罹難的文野養子女士緊緊抱在懷裡 因此逃過祝容之災 文野養 文野女士仿佛不願意讓母親 讓女兒親筆繪製的繪畫畫畫為灰鏡 一直附在懷裡 解說 十元有禮 十元有香禮 差點都念有香禮 有禮 有香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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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少年始終沒有很用心在看畫 沒有就是他很用心的在看他旁邊的妹子啊 當我看畫時 十元小姐喬我走過來 很柔和的一幅畫 可以感受到畫者與畫中的人物的溫柔 我也有話想說 我在外面等十元小姐 目前還不確定她是否就是好姐妹 十元小姐朝我走來 什麼事 所以呢 哇 雖然我對力氣沒自信 不過就幫你一把吧 她似乎有所企圖 但我也一樣 我想確認她就是好姐妹 我和十元小姐一起離開這裡 倒塌假了呀 我懂我懂 接著下來就是搬得滿身大汗 然後就脫衣服對不對 我懂我懂 L-I-A-G-O-E-N-T-O 歡迎加入Pintahouse 恭喜成為小酷酷喔 這是一座2LDK的新銀公寓 窗外可以眺望松江市的夜景 沒有開封的指向層層堆齊 看來剛搬家的事情是真的 空蕩蕩的房間指向堆積如山 會找一個不是很熟的陌生男生來家裡幫忙嗎 通常這種事情不是都問同事嗎 好 要從哪裡開始整理呢 知道了 我將堆在上面的紙箱拿了下來 那上面是說也才兩層而已 紙箱上寫的這個房間的住址 松江市又廷 十五支三五零一 這不就是 這個是這裡的住址 不 沒什麼 但怎麼可能呢 我是第一次來到這裡 這大概是錯覺吧 明明就有看過 之後我幫他整理搬家的物品 明明就還有紙箱還有三箱耶 整理室嗎 可以從窗開始整理嗎 這床整理乾淨了我們就進浴室吧 今天我去了你推薦的浴座湯神社 那是個很棒的地方啊 啊 找不到酒喔 現在還要開酒喔 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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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小姐從紙箱拿出書本和老舊的紀念冊 為什麼要把騷年打暈塞到紙箱裡丟到河川裡 到底是為什麼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我只是霸凌了她的同學 還有她的附近周到的人而已啊 我到底就錯了什麼 那瓶酒叫什麼啊 明明就很難拿到的酒 這個啊 杯墊上面寫的數字 我記得我有一個酒的照片不是嗎 這個 很難拿到的酒 你一出生就會信石原嗎 欸 為什麼要騙我 說的也是 my這個姓是名字的縮寫 這是名字的縮寫吧 石原小姐拿了罐裝啤酒過來 我不喝啤酒 對了 我有件事想問你 嗨呀 開始了呀 好機會 直接問問看她是不是好姐妹吧 真的假的 她一定會否認啊 你就是那位好姐妹 我那位扮演文言雅迷的庇佑的好姐妹就是你吧 石原油箱裡小姐 你是從2000年 你是2000年從大 松江大庭高中畢業的 對吧 沉默不比嗎 不過我已經掌握到確切證據囉 拿這個給她看喔 都印在手冊上啦 我拿給石原小姐看 松江大庭高中手冊上 看在她訪問的內容那一頁 這是你吧 都不等人家喝醉 你現在她清醒的時候她問 問不出什麼東西啊 15年前你就讀大庭高中 你就是眼鏡仔浪浪阿胖阿嘎猴子和小不點的同學 對呀 念了一狗票 好像怪物的名字 給石原小姐看了手冊之後 成功讓她承認自己是該校的畢業生 現在必須要有比友和石原小姐曾經是同學的證據 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顯現她和同學的關聯呢 她和同學的關聯阿 嗯 嗯 啊 這個嗎 欸 給人家看這個太早 選錯了啦 嗯 選了嗎 錯了 他和同學關聯 持有物品 他和同學關聯 有想到他和同學有什麼關聯性 這個嗎 因為這個9很難得到 就只能證明他跟小不點有關聯而已 我知道果渣白蘭第9在哪裡 你剛剛在找的那瓶果渣白蘭第9 就在中春Bar 這是小不點拿給我的 聽起來真像是藉口 不 我想先把話說完 必須有小不點來過這裡的某個證據 對了 住址 在哪裡看過 這個時候才是用那個吧 北電 你要用酒就可以證明喔 可是其實又不是全世界只有那個 那個酒雖然很難找 可是 說不定那個酒 很好喝啊 那麼這也是偶然嗎 這是這裡的地址和房間號碼 應該是小不點抄下來了吧 大概是你將搬家的事情告訴小不點時 他用那個杯墊抄了地址 他用那個杯墊抄了地址 接著小不點也是在幫你搬家之後 帶走了果渣白蘭第吧 看來他手腳不太乾淨哪 有可能喔 嗯 石原小姐肯定認識小不點 不可能不認識喜歡的人吧 什麼事 好姐妹曾經喜歡過小不點 這是某位同學告訴我的 關係親密到會把對方叫來家裡 或許是正在交往吧 沒有啊 你跟他也還沒在交往 但他也把你叫來家裡啦 所以 全部 你們的憶測吧 呵呵呵 使用MAX模式吧 喝了啦 你看那位小不點他們是同學啊 你就是那位好姐妹吧 應該油箱裡是備胎 所以他才會生氣 原來就是想情殺啊 他的反應很快 再次逆向操作吧 眼鏡仔讓我看過名冊了 我記得名冊上面 有十元的名字 露出破綻 不 下面有 沒錯 並沒有這個人 但是你怎麼知道呢 それは 因為你就在那個班上 雙親離婚後你就從母性吧 或是這一點 浪浪曾經不小心脫口而出 說這位好姐妹叫做西野 由於雙親離婚 已改成母性的舊姓石淵 原本的姓氏是西野 那邊的名車上